孙悟空是不是被吹得太过了 其实他并不强 在网络上有人说 投资只是名气比较大巴了 其本身的实力若暴了 他们说当年的大闹天宫 所谓的齐恋大圣 其实连南天门都没有进去 只是与门口的小仙 发生了摩擦而已 在现实中相当于 在别人的办公大楼门口 老师与守门的保安打起来了 然后就被抓到了五指山下 行政拘留五百年 对于这种说法好气又好笑 孙悟空如果真的这么做 那么根本不需要派十万天兵来捉拿好吧 既然派出了十万天兵 就说明一为一 一为一百 一为一千 一为一万的情况下 哪怕小猴哥 所以才派出这么多人嘛 而且大家注意了 不是随随便便的人 都能当天兵的好吗 天兵在天上的职位随地 但至少人家是天庭 有编制的政仙 要知道在人间 有很多天才 修炼了无数年 才能修成正果 最后来到天庭报到 成功的成为了 捉拿猴子的十万天兵之一 所以你还觉得孙悟空不强吗 再退一万步来说 孙悟空在天庭吃那么多盘桃现单 说累积的心力值 早就爆表了 相当于现实中的人民币玩家